当初小孩没有能养啊 所以就说你就是在利用他 你还口口声声说你爱儿子 一个儿子跟着你经历了两任家庭 又经历到老万这儿 流离失所 你居然说我带不了他 所以我需要老万做一个利用工具 他原来能帮助我 他现在不能帮助我了 所以老万你从我的生活中离开 我再去找一个 你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育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任何一个人能够这么直白 是 我之所以不理 就是因为我带不了孩子 我一个人带不了 所以我要找个男人来帮我带 后来发现那个男人不行了 他不能带孩子了 我再找老万 好老万你当初你挑得起 你有一定的收获 老万你跟我一起生活吧 现在老万你老了 你不中右了 再找一个 你估计过孩子的感受吗 孩子跟着女 今天一个又一个父亲 他的心态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吗 视频中这个被涂雷老师站起来痛骂的女人 正是杨女士 而她究竟做了什么 竟然让涂雷老师激动的根本停不下来呢 两次这个婚姻的经历 就是小孩小的时候嘛 和他父亲过不下去了 就离婚 我就自己把小孩带走 以后又碰上一个先生 也结了婚 他要赌钱 我就和他又离了 最后就碰上老万 我看就是小孩上学嘛 现在他年纪也大了 钱也拿得很少回家 支撑不起这个家庭 而大了嘛 他有他的自尊心 他说别人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的叔叔是做什么的 你光是说我不拿钱回家 为什么走到今天的这样地步 你为什么不把前面的情况说一下 老万和杨宁女士在一起十年 为了杨女士和妻子 老万拼尽全力 卖掉所有家当照顾他们母子两人 如今沦落为挑夫棒棒的老万 随着年龄的增长 已经满足不了母子俩日益膨胀的虚荣心 杨女士就有了抛弃老万另寻新欢的想法 越想越气的老万不得已寻求节目组的帮助 指责妻子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为了妻子 老万当掉了自己吃饭的家伙 当初老万跑货业 有着不菲的收入 妻子也正是看到自己这一点和自己在一起的 但是卖掉车以后没有生活来源 没办法的老万只能当一名挑夫 来支撑家庭的开销 而这一挑就是九年 但是十年的时间 为何两人一直没有领结婚证呢 我们认识以后好了一年 他小孩出世 出了四个后我就没有正式工作了 当棒棒生意是十有十五 我也想有机会的话在东山再去 但是现在没有钱 他现在老叫我要钱 他不看我这个是怎么造成的 我一说能养活孩子吗 不靠你靠谁呀 将心比起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家 出现了这么一个意外 谁都不愿意 但是最后我还是 谁不想要自己的小孩 过上幸福的生活日子呀 我没有什么错呀 我有什么错 今天当到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我哪点错 我哪一点对不起的 十年的生活一直都是老万自爱帮忙分担母子俩的生活 如今老万挑不动了 杨女士就要离开 这样老万伤心不已 但老万这一切都是继子的挑拨 才导致两人关系恶化 更是埋怨杨女士人云亦云 没有好好教育儿子 为了儿子杨女士已经离过两次婚了 如今为了儿子 竟然要再次抛弃自己的丈夫 甚至可以称之为恩人的男人 真是应了那句古话最读不过妇人心 如今杨女士为了儿子坚决要分手 惹得现场老师大骂杨女士 简直不配为人母亲 一个人心心苦苦 为了我的家 为了我的孩子 辛苦了十几年 把他所有的家产全部变卖了 反过头来 他现在没钱了 落寞了 我就一脚把他踢开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母亲做的吗 这是感情上的事 我知道 这不是感情 这是一个女人懂不懂得感恩 并且教会孩子 懂不懂得感恩 那如果你懂得感恩 你刚才就不会用这个态度 来跟他说话了 而且你就不会说 我应该为了我的孩子 就是离开他 因为我的儿子 我知道我的儿子长大的时候 我再来报答他 你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 22岁一个小伙子 他还在不说 22岁小伙子不懂得感恩 懂得去扳笔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叔叔 是个棒棒 所以他就不愿意说出来 那这是一个正常的 22岁男人吗 他在练书 在练书 你看吧 你看 专家的话他都听不清 我的话 你能听进去吗 在家里我真的收起 你们真的感受不到 这样的女人 那就分手吧 杨女士这一句离婚说出口 就已经暴露了 他今天来的目的 随即表示欠老万的 以后会让儿子害 但是有着这样 忘恩负义的母亲 真不知道会教导出 一个怎样忘恩负义的儿子 还能指望他能记得 当年的养育之恩 简直是天方夜谭 而杨女士眼见自己的决定 受到各位老师的质疑 随即又说到 自己没有把儿子教育好 全都是老万的原因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是知道 怎么去教育 有什么效果嘛 我不知道你教育没有 这是孩子的事情啊 孩子对我没有礼貌的事 我跟孩子说了 我还跟你说吗 我跟他说话 我跟他说话 他不理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 你不去帮助他 跟他说 我也是五十几岁的人啊 别吵了 我小孩也比你小孩还要大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 你是个男人 还有斤斤计较的 这叫斤斤计较 是吗 你不是吗 你魂不讲你 老万 杨女士口口声声地说 爱着自己的儿子 但为何还会带着儿子流离失所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 已经对孩子的婚姻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杨女士为何不选择独自抚养儿子长大 而是不断地换男人呢 对孩子来说已经是个伤害了 你为什么不能独自带着他 我没有这个能力 单位上没有 所以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找到了老万 对不对 对 后来孩子不让你们俩结婚 对不对 是 那你为什么不按照你儿子的要求离开他呢 我就是现在跟他说分手啊 你当初为什么不离开他 当初我小孩没有能养啊 所以就说你就是在利用他 你还口口声声说你爱儿子 一个儿子跟着你经历了两任家庭 又经历到老万这儿 流离失所 你居然说我带不了他 所以我需要老万作为一个利用工具 他原来能帮助我 他现在不能帮助我了 所以老万你从我的生活中离开 我再去找一个 你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育 图蕾老师的话可谓是自自主信 让杨女士无地自容 杨女士还幻想自己花容月貌 能赢得百万富豪的青睐 但是不曾看看自己已经年老色衰 经不起折腾了 然而图蕾老师却觉得 此时的杨女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于是继续斥责起来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台上 看见任何一个人能够这么直白 是 我之所以不理 就是因为我带不了孩子 我一个人带不了 所以我要找个男人来帮我带 后来发现这个男人不行了 他不能带孩子了 我再找老万 好老万你当初你挑得起 你有一定的收获 老万你跟我一起生活吧 现在老万你老了 你不中幼了 再找一个 你估计过孩子的感受吗 孩子跟着你 经历一个又一个父亲 他的心态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吗 看到母亲在台上被怒骂 儿子终于听不下去站出来了 但是他的一番话 也彻底让现场的观众看清了杨女士 到底是教育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儿子 重点说实在就是我不愿意我母亲和那个万事主在一起 等一下 等一下 稍等一下 在你说之前我先陈述一个观点 按道理来说 你的母亲是我的长辈 我不应该这样去说的 但是我们 我想我的心情跟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 那么你认同你母亲刚才所说的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带到我的孩子 所以我必须找个男人 不是 因为这个我的母亲他想让我就是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去成长 我现在就是也许由于我母亲的原因嘛 我现在对父亲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渴望和向往 但是说这二十几年 我母亲确实含心如苦的把我养大 但是说他这个年龄也一天一天的这样老去 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刚刚说你母亲把你含心如苦养大 对对对 那好那您这个万叔叔有没有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有有我承认有 但是你听我说完好吧 我母亲就慢慢慢慢的现在就变老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就是下半生 能够找到一个真的能够依靠能够照顾他的一个人 这个儿子说了这么多 一直在说母亲含心如苦把自己养大 那么自己的前几任养父都是空气们 难道都没有对家里做贡献 前面也说了 母亲工资是不足以支撑养孩子的 也就是说养孩子主要还是养父在支撑 这孩子一上场直接就否定了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 这个儿子到底是怎么看待养父在家里的作用呢 但是现在万叔叔大家也比较清楚他现在的这个状况 一天如果运气好的情况下可能能挣个几十块钱 如果运气不好的情况下的话就可能是一分钱的挣不了 现在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开交都支付不了 他拿什么来照顾我母亲 他有什么能力去支撑这个家 你不要乱说嘛 万叔你听我说完好吧 你听我说完 好的时候还是 我知道 每天还是有一百多块钱多的时候 至少每天也有二三十块钱 你这么说没带钱回来 现在确实说万叔这边也给了我一定的压力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现在二十月也谈过几次恋爱 这个白眼狼是直接否定了养父在家里的作用 和他母亲的表述是一致的 就是说现在养父已经没用了 并且还给自己的婚姻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离婚是最好的选择 这时候土磊又坐不住了 直接打断了他的表述 不用再听了 我很难听下去 你所说的这些东西 一个这么小的个子的一个男人 十多年 其实我并不讨厌万叔 我并不讨厌他 我感谢他 我感觉我感谢他 为什么吗 因为他这十年来对我们 对我和母亲生活上的一个 感觉你现在当到这么多的时候 感觉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怎么感觉 你听我说完好吧 我跟你说话 你都大意不理 土磊老师背弃的直接要求继子下台 老万这个小个子的男人 为了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 卖掉自己吃饭的家伙 做了九年的挑副 供养母子两人 并让这个不孝子读了大学 继子有和脸面嫌弃这个为他付出十年的男人 在学校不好好学习 谈什么恋爱 一谈还是好几个 看来他大概忘了到底是谁在给他掏学费吧 我在现在在读大二请教 成教大二 对 请问你母亲一个月挣多少钱 大概就一千来块钱吧 你学费多少钱啊 就说一年是八千块 你打工吗在外面 现在我没有打工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我感觉 我就是说未来以后有个美好的将来 是吧 我现在要努力学习 公关 学公关 开多少门课呀 开的 你不努力学习吗 你开多少门课呀 你的主客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你不是认真学习改变命运吗 接着最后一个问题啊 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了 对对对 您这不是才上大二吗 你不是在认真读书要回报家庭吗 干嘛谈那么多女朋友啊 主持人的一番之意 让男生哑口无言 如今已经22岁的大男人 从不知道母亲养育自己多年的艰辛 反而希望通过母亲给自己找一个富豪后爹 好让自己风光有面子有钱花 真是有其母币有棋子 母子两人都像麻黄一样吸着老万的血 而主持人也不打算放过这个小白眼狼 直接问到这对母子打算怎么报答老万十年的辛苦 如果咱们讲报恩的话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确实说万叔叔 我说前提我并不讨厌万叔叔这个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十年确实对我和母亲的生活上的关心和关照 确实蛮多的 但是说我认为这种关心和关照是吧 跟他和母亲在一起结婚 在一起生活 这两者是不相等的 你就告诉我 你打算怎么去报恩吗 你不是说要报恩吗 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现在马上就说再过两年我就大学毕业是不是 大学毕业我想我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就是说我去找份工作 然后去挣钱 每个月给万叔叔适当的一些生活费 我感觉这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就要选择跟我母亲在一起来表达他的感激和感谢 儿子当然不希望母亲和老万这个丢人的挑夫在一起生活 也为他还指着母亲能让自己当父二代 过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指望这不务正业的小子给老万生活费 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而这一切都是儿子一厢情愿的拆散母亲和老万的生活 但是当事人 杨女士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再问几个问题 在你的内心里爱过老万吗 爱他 现在还爱吗 如果就说我母亲如果不爱万叔叔 是你妈妈爱不爱 你不要试图去操纵你的妈妈 你是大学生了 连真的都不懂 爱情保卫战我们只谈爱情 不谈其他 爱 现在还爱他 你爱他什么呀 他人们挺老实嘛 还是很忠厚的 对我还是很好 那你现在想跟他分开 主要是迫于家庭生活的压力 对不对 对 是因为说儿子读书要要钱 是吧 有这个意思 小伙子 你不该为这个家承担点什么吗 如果我觉得你的母亲 如果能找到一段真的爱情的话 该多好 也许这就是他真的爱情 看到妈妈对老万恋恋不舍的样子 男生三番五次的想拿起话筒阻止母亲 但是都被现场老师带头 以热烈的掌声给掩盖下去了 并且批判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 却一味的搜刮母亲 甚至以母亲的幸福为代价 丝毫不承担为人子的责任 示威不孝 没有了儿子的干预 杨女士又会以怎样的态度 对待老万呢 而老万表示 半路夫妻本就有许多难处 但是两人一起享受度过十年的光阴 再找一个彼此那么合适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为了挽留杨女士 一把年纪的老万再次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你别老等着当邦邦吗 我不是说等机会吗 等机会等几年吗 一年两年三年吗 现在当着这个主持人和专家这么多观众的面 两年时间 你给我两年时间 有效果吗 两年间分享 不见分享怎么办 没有分享我们就拜拜 我也这样下去我也过不下去了 以前看你们的脸 看你们的脸色 我怎么怎么嘛 现在就是这么两年时间 然后一刀两断 你足够的仰光到我足够的独木桥 带着对老万最后的依赖 杨女士最终选择和老万重归于好 也希望儿子能牢记母亲和老万紧紧相拥的画面 以后好好学会独立 不要再搜刮母亲 将来好好报答老万和母亲的养育之恩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对于他们的故事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